衛生部的陳時中部長 我們今天 這個 研討會 好幾位議題的主持 主持人 我們看到 以立會的行事 嚴禁立會 每位立委要主持 然後我們還有 這個台北市衛生局長 林啟宏 局長 要主持人 邏輯的 還有衛生部 署長 司長 等等 論壇各議題 委員會 招見人 還有立體評論人 以及 致力於醫藥衛生改革 與社會 福利創建的 各位朋友 大家早 早 早 在此 我請代表論壇所謂的同仁 來歡迎大家 1028國家衛生研究院 論壇成果研討會 並且感謝大家 一直對於論壇的關注和支持 還有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論壇 是願意於1996年國研成立的時候 我們訪校 美國IOM Institute of Medicine 的Health Forum成立 前後 由宋慧龍院師 跟李明亮教授 擔任總召集人 蘭忠福教授 和郭耿能教授 擔任職行的 共同努力將學術機構的研究能量 轉化為健康危害防禦策略和健康促進方案 進而提供政府做決策參考 2013年 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後 就 雖然我已經離開國醫院 也要我重啟國家級的衛生福利論壇 除了醫藥衛生及公共衛生之外 更進一步擴大加入社會福利的議題 積極協助衛福部達到 重啟全民健康福祉的使命和願景 重啟之後的論壇呢 在主事上 除了國醫院那樣 資深的研究工作人員以外 並且邀請 在衛生福利各領域領導學者跟專家 設立了諮詢委員會 以及疫情委員會 針對國內具有重要性 迫切性及前瞻性的衛生福利的問題 透過學者專家的實證研議 將研究成果轉化為 可以實踐的政策見面 並會整研議的成果 經過工作坊和研討會 來達成海關學研的共識 進一步透過媒體和網路 來轉化成民眾容易理解 且能運用的資訊 近四年來 由論壇提出 將近20月的政策建言 多數都得到衛福部各式的參賽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像我們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廣的全民運動 我們論壇出版了一個叫新版運動指令 指引 已有年以往研究報告的保守風格 利用生動的圖片與平易鏡的文字 散述 每天運動15分鐘 對增進健康的好處 這個指引不但獲得很多位知名專家學者的支持 也同樣地得到郭劍署以及教育單位的重視和推廣 台灣近年來發生了多次隨機殺人的事件 特別是在小登靠的命案之後 強化社會安全網就成了刻意融環的問題 今天我則成果研討會的第一個主題 將作業於兒童虐待 就是兒虐藥物濫用精神疾病三個問題 破破問題的研究和綜合檢討 提供強化社會安全網的對策 今天成果研討會的第二個主題 將聚焦於健保給付制度與低效應醫療兩個議題 既由探討國內外健康醫療保險制度的差異 與優缺點尋求實質可行的方案 來回應台灣整體環境與社會人口結果的感染 以及民眾對於高品質醫療與健康照顧服務的期待 我身為論壇的總招人 我首先要感謝陳部長今天在幫忙板南風特別歷領指導 在此除了感謝衛福部以及國務院提供資源 更要感謝所有議題委員會的召集的 以及工作團隊的努力跟付出 未來要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應該做的事情還很多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為台灣的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的健康幸福 來做出一些貢獻 謝謝大家